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好朋友 大家午安 現在8月16號 上午的11點鐘 然後上午11點的時間 今天教訓指數往上拉的上來 亮縮 今天的預估量比前幾天都還要稍微亮縮 亮縮反彈 這是今天的一個盤式 跌身的一個反彈 那最近其實很多的投資朋友 包含了像是昨天 我相信也是很多的利空消息滿天飛 因為畢竟前天的美股是重挫800點 道雄指數重挫800點 整個利空消息滿天飛 包含什麼利率倒掛 還有香港緩送中越演越烈 這些的一個利空消息 因為很多非常的多 但是呢 其實我們就常常在講 這個 底部 或者是低點的時候 相對很低的一個位置的時候 本來就是利空一直不斷的出現 所以才會有一句話說 底部 本來就是利空不斷測試而來 用在目前的一個盤面 它其實就是現在的一個狀況 那昨天呢 在下午的一個廣播節目 我們有談到一個重點 昨天下午的一個廣播節目 我們特別談到 這個投資朋友不需要這麼的緊張 以目前的一個狀況來看 買點有機會 逐漸快到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可能有些人會認為說 這盤還要往下測 還要可能甚至可能破1萬等等 但我們從幾個角度來看 我先把我們昨天下午廣播節目 在網路節目這邊跟各位分享之後 我們再來談談今天幾個重點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當利率倒掛的一個消息 在前兩天出現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國際上的一些熱錢的資金 他們並沒有出現一個 所謂大幅度的一個移動 意思就是說 像以避險著稱的一個日元 你有沒有發現 他先前是往上拉長紅之後 這一天利率倒掛的消息 不管英國兩年期 十年期的一個公債殖利率的倒掛 或者是美國 再次出現一個所謂利率倒掛的一個消息之後 但是呢 日元 他是沒有在創新高的 他是沒有在創新高的 那我再往下看 這個是匯率市場的一個部分 人民幣 這邊這個是價內 這個不是利安 他也是沒有在創新低的 所以整體來說 會市其實有開始慢慢穩定的一個狀況 慢慢穩定的一個狀況 我們再給各位看這個 這是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這兩天也稍微在升級 稍微在升級 那當然 在利率倒掛的出現的那一天的消息 在這一天的時間 稍微往上之後 慢慢的墊高 但是他也沒有出現很大幅度的一個移動 這是一個 因為畢竟先前 在前一陣子 你先把這個前後邏輯聽清楚 前一陣子 人民幣 中國利用一個 這個人民幣的貶值去抵抗關稅的一個 這個加征的一個利空 後面 川普很快很緊張的出來 第一個先列入所謂的匯率操縱國 把中國大陸列入這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就趕快 這個去 去協償說 這個延後加征關稅 後面當然 很冠冕堂皇的一個消息 這個一個說法 很冠冕堂皇 堂皇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 這個 為了不影響耶誕節的一個買氣 反正這個川普說什麼 我們也不是這麼的care 重點是在於說 目前 匯率市場其實是有慢慢穩定的一個現象 那南韓今天跌比較重 是因為昨天他們沒有沒有開盤 今天補跌 整理來說 今天的亞洲股市也開始稍微穩定 就連這個傳出消息 今天8月16號要擠兌的一個香港 都出現這樣的狀況 昨天尾盤吉拉翻紅 今天在往上攻 更有趣的另外一件事情 你要再去觀察 股票市場其實也慢慢穩定 這叫做什麼 這叫上台中的指數入股 入股 入股你看 今天衝高 衝高的重點 包含它突破了什麼 123456789 等於破了過去8天的高點 回補了這個缺口 回補第一個缺口 站回年限之上 這是好事情 因為我們先前在分析的時候 他還是處於一個比較偏弱勢的整理 年限下的整理 現在站回年限 站回年限之上 對不對 先前這一天 先站上去之後 站不好 站不穩 下來再收藏 可以在網上拉 逐漸這樣 這好事啊 陸股逐漸直穩 對台股也會有正面幫助啊 因為台灣股市裡面好多的假外資啊 好多的假外資啊 然後有有跑去中國大陸的某分析師 每天在發報告 常常在發報告 意圖影響台北股市啊 就是這樣子 意圖影響到的 二三一三樓滑通 不就是意圖影響到嗎 我相信前兩天應該有 我說好朋友看到 某分析師 跑去中國大陸的某分析師 意圖影響二三一三樓滑通嗎 不是這樣嗎 前一陣子還說看不好 忽然現在又說看好 莫名其妙 不就是莫名其妙嗎 但是我現在回過頭來 那 既然整個盤市回過頭來 來看整個價值的股市 雖然昨天的一個空方缺口 還沒有有效的回補 但是至少前天量說稍微止穩 我們不能說已經完全穩定 但是至少回測回測回測 底部本來就是利空不斷出現之後 逐漸測試完成 利空不斷出現之後 逐漸測試完成 所以我們不能求說 一定要買到最低點 買相對低是ok的 只要買相對低點是ok的 所以我才說 我昨天才跟科威特也說 你就保留五成以上的現金 好的股票 成長的股票慢慢買 就是這樣子的邏輯 了解這個意思嗎 那當然我們再回過頭來 重點的產業我們前陣子 這段時間一直不斷的在談 不管是中國5G也好 或者是5G的產業也好 或者是10英元件 今天我們花一點時間來談 第一個10英元件 第二個瓶蓋 第一個先談10英元件 3012的經濟 經濟昨天是配息兩塊錢現金 配息兩塊錢的現金 所以他往下跳 往下跳當天 昨天就立刻開始展開所謂填息紀錄 今天再往上跳 盤中事實上已經填息完成了 當然還要看接下來收盤的 實際收盤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這是一件不錯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你今天一個好的產業 或者是成長型的一個產業 能夠迅速的一個填息 它背後的所代表的一個意義 當然自然而然就是人家拿到配息 或者是先前沒有參與 不想參與配息 在配息完成之後 還願意把錢再繼續投入進去 這個是好事情 所以能夠迅速完成填息的 通常後面股價表現不會太差 正常的狀況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說你配息下去之後 然後沒有辦法有效的 趕快去展開所謂的填息之路 那自然而然 就像華仙科是這樣子 當然華仙科你說在這個位置 要不要去砍它 我覺得沒有必要 如果說你是有不小心套住的 就像我昨天所說的 題外話 這是題外話 我昨天所說的 你究竟得到這個位置 沒有必要去追殺 或者是去殺地 因為副乖離太大 副乖離太大 當然這兩個 不管是被動元件還是 這個矽晶元到目前為止 都還是整個盤面的弱勢族群 還是弱勢族群 我們做股票要做強勢族群 或者是多方趨勢的股票做多的話 放空當然是找弱勢族群反彈空 所以回過頭來 經濟其實最近這段時間 其實你仔細觀察它的走勢 你會發現我們為什麼這段時間 從7月份一直在談經濟 你會發現它的營修真的是 數字真的是開始有出來 就如同我們先前所說的 今年少數有機會漲價的產業 不是在矽晶元 不是在被動元件 反而是在死因元件身上 另外再來就是說像是8182的一個加高 這波它其實往上衝高之後 回測到這個受到大盤影響 拉回亮縮 回測月線測測 你會發現它其實是防守的非常的穩 那以加高的一個角度來說 這個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說 加高其實你今年的獲利開始慢慢的 這個其實還算穩定 現在獲利都一直相對來說是比較穩定的 但是它其實有慢慢回溫的一個現象 接下來8月份9月份 你應該正常的一個狀況來說 這個日商減產的一個策略 慢慢對台灣來說 它會有這個逐漸反應在營收上面 因為全球市場當中 10英元件這個產業 是由日商來主導 它整個總體產能 大概占全球大概50% 那第二名就是目前是台灣 這是台灣在總體產能佔百分之 日本在佔百分之50% 台灣佔差不多百分之20% 那 這是之後 那當然你8月份9月份 甚至你可能接下來 陸續看到這營收開始陸續 逐漸的一個好轉 那逐漸好轉 那當然一家正在賺錢的公司 或者是接下來有逐漸好轉獲利的一個公司 它的股價淨值是25.86 股價淨值25.86 現在股價21.55 也難怪股價根本跌不下來 大阪先前跌那麼那麼那麼兇 現在在年限下在整理 試圖反攻 但是你會發現 價高也不太受影響 因為它的價值現在是有稍微偏低的 評估估值 稍微有些不太合理的一個狀況 另外我再補充另外一點 回過頭來看經濟 經濟公佈最新的7月份的營收數字 當然月增年增之外 更加的另外一點 就是說 經濟它其中背後 它7月 昨天公佈了一個最新的一個數字 單月的一個EPS 7月單月的EPS是0.26 一個月賺EPS0.26 它比 你會發現 今年第一季是0.25 所以它今年的一個數字 哇 你7月半一個月就賺0.26 比第一季賺了0.25 三個月賺得還多 所以這就是我先前在一直 為什麼跟各位談行員間 整個市場算是比較偏向冷門的一個產業 但是呢它今年既然它是一個比較有成長機會的一個產業 我們自然而然對於我們分析師來說 帶會員朋友的操作 本來就是找尋這種這個市場上還沒有很熱 或者是還沒有大家都還沒有注意到相對 但是呢它又是開始出現轉機 或者是成長的概念 邏輯上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這個部分我們今天10英元間跟各位 稍微談到這邊 那另外呢我要再跟各位談另外一個重點 在接下來因為現在是8月16號的一個時間 8月16號的一個時間 你的這個什麼 你接下來在鎖定的一個方向當中 除了我們先前中長期的一個趨勢 不管是5G或者是5G所帶動的周邊的一些 一些設備或者是一些原件上的一個需求產業之外 在接下來你還要必須要去注意一個族群 就是瓶蓋 這個族群瓶蓋的部分 為什麼特別特別這樣說要注意瓶蓋呢 因為今天是8月16號 雖然說我不看好今年 蘋果新機的一個發表之後的一個銷量 但是呢現階段它還是處於一個所謂的 首波的一個拉貨期 第一個階段的一個拉貨期 就如同先前大力光所談到的 大力光所談到的 什麼呢 現在它的股價算比較疲弱 但是先前大力光的一個法說 有特別談到就是說 它7月營收公佈出來數字還算不錯 數字還算可以 至少它還是持續月增跟年增 數字還算可以 那先前法說會有談到 8月會比7月還更好 所以這就是反映它 蘋蓋股的一個7、8月份的一個拉貨的一個動能 拉貨的一個動能 這叫做首波拉貨 星期上次之後能不能夠再進一步 銷量很漂亮 才會進入有機會第二波拉貨 那可能就已經落到10月之後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7、8月所看的是什麼 現在8月16號接下來當然是看8月營收 看了就是什麼 看了就是第一波的一個拉貨 所以大力光 當然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來看幾檔克股 第二我們先來看6269的一個台郡 6269的台郡到目前為止 其實台郡這一波走的還算穩健 走的還算穩健 因為畢竟先前大凡這一波大凡跌得好兇 大家都對蘋蓋股的整體來說 哇很多的股票都跌了下來 至少他到目前為止還在年限之上 而且這一天這兩天很有趣 我一支大幅去特定的低階 現在屬於一個出量震盪換手的一個時機 如果能夠換手上換手成功 那自然而然有機會再往上購 那再來就是說 你看喔 哇他的7月份營收是跳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從原本的這個 這個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數字的一個比照 跳的速度是快的 這表示什麼 手撥拉貨的一個力道 那當然除了這個之外 我是不想談這一支 因為這個這個 剛剛我們有講過 有人刻意要影響 故意要出報告要影響這些 這張股票 所以我不談這支 這是2313的滑通 那我們再來看了 除了剛剛所談到的這個 台郡之外 4958的針頂2383的台光點 這個本來就是強勢 我們就不再贅述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 像是656的一個夜城 夜城到目前為止 還在年限附近的一個晃蕩 但是呢 他這一段時間其實就短線上的一個走勢來說 他這樣子的走勢走的算是漂亮 知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看他這一段時間他是出量的 出量的 量出全部都出在下方 然後一個轉上來 意思就是說 這樣子轉上來之後 當然我們要看他接下來 是不是能夠有效的突破 但是這是一個所謂單純價量關係 跟所謂的基數面的一個 K線的一個結構上的一個分析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剛剛還特別要談到 因為沒什麼時間去談他的籌碼 但是呢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看了 帶各位看了什麼 帶了各位看了台群嘛對不對 帶各位看了這個656的夜城 你去思考一件事情 思考什麼樣的事情 來 大本指數現在長到71點 思考什麼事情 來我就給你對照一天 昨天呢 昨天指數跳空下跌 跌了一百點 我們都很清楚 平概本來就是在台北股市當中 構成指數 往上 或者是人氣往上 一個很重要的指標組織 你來看昨天大凡大跌 一百點 最終跌一百點 但是你看 開地走高 台郡 這是台郡 6456夜城 也是一樣 昨天開地走高 再來看 三六七三 昨天也是一樣 開地走高 你要解這個意思嗎 當然大家很關心鴻海 昨天外資還是賣 但是今天也開手上來 紅海接下營收應該會有不錯的數字 那當然如果說 但是我還是不建議 我還是要先講講前提 就是說 平概股部分 我們主要要看的是他八月營收的一個拉貨力道 不能說你要做這個長線的話 這個我沒有辦法決定 因為畢竟我們並不看好第二次之後 十月之後的一個拉貨力道 所以這是你八九月份要觀察的一個重點方向 所以 當我們這樣看完 再來看像是5264的凱聖 也是開地走高 今天又往上拉回到月線之上 這是5264的凱聖 那當然還原全值的話 也是一樣 差不多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總體來說 策略還是非常的清楚 第一個 你的現金比重 目前等到逐漸站穩 慢慢的再把現金慢慢換成股票 等到逐漸站穩 我們的策略就是這樣子 我們不求買在最低 只要買在相對低那是OK的 但是他還沒有完全真正站穩之前 不能說全部一次去做一個壓滿的一個動作 了解這個意思嗎 然後第二個部分 中長線的一個方向看法是沒有改變的 不管是十英元建議也好 或者是5G的發展方向也好 這是中長線的一個看法 那當然就是接下來只剩一個買點的一個問題 成長股本來就是拉回買 再來第三個重點就是說 接下來八月份的一個營收的關注的重點 會錄在平蓋骨線上 而且你不要忘記 我最後再提醒一點 先前兩天 川普的美國的一個動作 把這個手機移除 在這個加徵關稅的一個清單當中 延後課徵 這也是他其中的一個立即點 好了 今天我們盤視的一個分析 節目就在此告一個段落 如果說您認同阿翔老師的分析 您也認同接下來這些方向的一個機會 那就歡迎跟著阿翔老師一起操作 如果過去你自己操作不順利的話 歡迎利用我們單股188 單股188的一個特別優惠活動的一個方案 來跟我們一起共同努力一起操作 或者是你可以先加入阿翔老師的LIOT 阿翔老師的LIOT會不定時分享一些 我們所看到大家沒有看到的一些報告之外 每天早上的九點多十點多 會發出當天早盤的一個這個操作策略 給各位到底當天早盤該做多 該做空 該觀望 該等待 該留意什麼樣的股票 該留意什麼樣的方向 我們來的訊息也會很樂意的分享給大家 感謝各位的收看 今天禮拜五的時間 祝各位休假愉快 謝謝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